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观察来观察来吧,孟敦敦,孟老师的封眼,军工厂封眼,遇到是调酒祭司,拥兵加油拆,调酒师,调酒师拿出来打封眼,我感觉效果一般呐,知道这种,不过张地图知道这种打封眼的,我其实,我更看好求人者一点,因为, 首先呢,有祭司的存在,我觉得祭司打封眼是一把利刃,然后张地图,封眼本身就不好打,比赛当中也是拿出来张地图来针对封眼的,所以我觉得孟老师的局,他得打的话,他得就是前期有一个非常好的滑枪节奏,然后配合闪现,比如说60秒到80秒,能击倒一个人的,那这样的话他有得打,通过一波好的防守什么的,打开一些阻力,要不然, 但凡你前期,抓人慢了,被求人者,稳住了局面,我觉得都向,都趋向于一个,求人者,私人开门战,不过孟老师呢,他的封眼有一个特点,就是,可能会带挽留,所以开门战保平,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我们先来看看这局,到底前期的节奏怎么样,这边上来抓调酒师,这个,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刷杀存在感,倒是可以,这边打一刀, 调酒师这边,哎,这调酒师喝酒,那你这,万一被一划,划没了怎么办,手里有闪现,这边跟过来看啊,能不能闪现直接带走,这个喝酒,喝酒想拉开距离,有点拼啊,疯,一堵墙,这里,再来吗,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话,血回上,血回上,还要两刀, 要么一划一刀,不好打,还是不好打,虽然说这边确实抓到了一些机会啊,打到了一下这个调酒师,但是现在调酒师这个身处的位置,我感觉,还是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的,毕竟封眼只有一刀的能力嘛,他闪现一刀的能力嘛,那一划怎么办呢,还调个酒,哎哎哎,真的,这把调酒师,卡梦这个调酒师打的,真的是,送他两个字,风骚,嗯, 真的是很风骚,这打的哪有这么来的,就是求我一点嘛,这当面调酒,我狗,但这狗子回来,好,可以可以,跟上来有机会能打一刀了,但大家可以看到,射一队兵马机啊,已经两台修掉了,孟老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人,虽然说他打的伤害到不少,但是他没有抓到人,现在是个重大的问题,机司这边可以把佣兵摸了,看有没有机会能把这佣兵给摸了,如果能把这佣兵给摸了, 用兵稳定来救人,对于群者来讲,这局大概率是一个私人开门战,看看谁的密码机,当然孟老师他如果是击倒人以后,闪现一刀哈,他击倒人以后,如果能封出密码机呢,可能还有一些些婉转的余地,但这婉转的余地,要用一个数据来表示的话,我觉得孟老师这局在开门战之前,能够把群者翻盘打完的可能性,应该不超过10%,看这这这这,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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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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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个人还跳起来了,这局这个调酒师真的是,直接秒救,先把这个洞给打了,先把洞给打了,这个救不亏的,为什么呢,因为风眼刚刚讲过,他没有闪现了,他没有闪现了,没有这一刀的能力,他要起超频,这边的话能量本身就不够,你要封住这个杂技,能封住吗,一下,再一下,好像,好像,好像, 哦,漂亮,好像,刚刚好像,好像差一点点,又好像可以的那种感觉,嗯,还行,还行,还行,这样的话,二挂邮差,祭司应该是可以跑过来准备救人了,他需要救人,机子的话,就差最后一台,已经快压好了,但,佣兵这边的话,看怎么说,佣兵这边的机子,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被封住啊,这边还看不到,会封住了,封住的话,孟老师边挂上人以后,继续封佣兵的机子,嗯, 嗯,球者需要打一个时间差,吃一刀,好,把人救下来,拉开,狗咬住我,减速我,密码机,主要还是要看密码机,这边傭兵的密码机,祭司这边打洞过来,疯,主要来看这台密码机啊,因为这台密码机是关键,孟老师边应该不太可能再去抓这个人了,抓这个人,他这边就会给出一些空间,让这边的机子点亮,一旦机子点亮,孟老师就没有机会了,还是带着挽留,还是带着挽留,卡木,就我两次人,看我垂不死你, 佣兵手里面还有一手博明,但是因为是有挽留的封眼,佣兵也不太好救人,佣兵手里三个合并,秒不掉,他只能人站这边,只能人站这边,这也是很印证了我,这个结果是不是印证我刚开的那句话,就是,这套阵容,在这地图打封眼真的还蛮厉害的, 得封眼不太好打,特别是前期, 调酒师这么来搞了一手 这局这个调酒师呢 有一所以打的确实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飘了 当然飘建立在他的一个实力够强的情况下 也没什么办法 我们也无话可说 他打的确实好 那两波救人 从结果上来看 是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救人 就是他们太清楚 封眼的强势在哪里 封眼的弱势在哪里 就打的很针对 黄老师一边走一边划墙 能够封住这个墙吗 调酒师这边的话已经开始点了 不太有机会啊感觉 上挂飞的油拆 闪现一刀把这油拆打了 那边调酒师 门能点开 调酒师门能点开的话 除非一个神仙划墙 能把这个祭司给划了 那么祭司已经走了 那没办法了 好的也是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